私旅鱼衣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呢 它是经过修复而成的 整个呢是身长了1.73米 身长是1.73 那么一共用了2291块鱼片 用丝线边缀 麻布衬理 粘合而成 那么牧主人当时就是身穿这套鱼衣下葬了 而那牧主人的鱼还在哪呢 就粘连在 跟这些鱼片混杂在一起了 所以整个考古现场呢 是非常之复杂的 如果说是镇馆之宝的话 南云王牧的四驴衣呢 在全国来说 它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套四驴衣呢 要完整的看 我们知道这套四驴衣在身体内部 就放置了14件玉壁 在它的双手之下 也放置了玉膝 这样一种玉器 在脚底 在头顶 都有其他相关的一些玉器 所以呢 包括牧主人下葬的时候 他头枕的枕头 是一个用珍珠电絮 冲 作为内里的一个珍珠枕头 所以整体我们可以讲 这是牧主人一套 负责丧葬官员也好 负责祭祀礼仪官员也好 一套完整的用珠玉脸葬的一种 丧葬的一种礼仪形式 所以呢 可以讲南玉王是非常非常重信玉 迷恋玉 而把玉与自己的人格品德 与整个的这个整个时代联系到了一起 七八千年前啊 这个我们说新世纪时代开始啊 在大量的遗址当中发现了玉器的一个存在 说明呢 这个首先我们中国这块地界啊 就产这种矿物质 那么中国人在早期就发现了这种石料 在每方面的一些价值 然后赋予了一些神性的一些意义 那么到了先秦时期啊 诸子百家 尤其是后再到后期呢 独尊儒术 那么儒家呢 对于我们知道 对于礼仪最核心的是礼这个字 那么作为一个礼 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 它需要具体的载体来体现 而毫无疑问 没有什么比喻 更有这个作为礼的代表的 这样一个好的条件了 首先它很温润 从矿物的角度上来说呢 它的材质纯净 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呢 诶 古人就发现了它的美 那么又赋予了礼仪方面的一个价值 所以在两千多年前 早于南越国 早于西汉的时期 我们儒家的学者 包括孔子等等啊 都会对于有相当多的一些美好的描述 甚至说君子以欲彼得 那么到了汉代 南越王可以将把这种思想 发挥到了一个机制 那么几千年以来 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国家 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环境 形成了我们中国人这样一个相对内敛 温厚 宽容 以和为贵 而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 形成了人群的这样一种气质和内涵 在物质载体方面 自然会有找到合适一个载体去体现 那跟西方相比呢 我们知道如果跟这个古代历史文明 跟中华文明来对比来说呢 在三千年前也好 五千年也好 无论是西亚的两河流域 还是我们跟汉代同一时间的罗马 罗马帝国 包括地中海一带的希腊文明 他们的对外交往之频繁 这个通过海洋之不断的交流之频繁 是西方的民族 在我个人浅显的理解来说 它更加的开放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那这样一种人的性格 在结合着当地资产的一种 没有生命的这些矿物质 实际上跟有生命的人的气质相结合 也就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 更加的重信欲 迷恋欲 而西方的各民族 相对来说可能更崇尚水晶 钻石 宝石等等有色的 更闪亮的一些矿物质 所以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说 喜欢欲的 从古代来说 喜欢欲的民族 真是并不是太多 欲的民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